大家好,我是橘子,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 孩子想要吃的健康,就要在食谱上多下功夫 今天分享一个孩子超喜欢吃的营养餐 用到的主要食材是山药,首先把山药处理干净 处理山药的时候建议戴个手套,避免碰到皮肤发痒 放进蒸锅中,大火蒸15分钟左右 接着在烧一锅水,水中加一勺盐一勺油 准备一把菠菜,洗净之后放进去,焯一下水,去除一下草酸 然后再切成小段,放进炸汁机中,加入适量的水,打成汁 搅好的汁倒进碗中 再加入两个鸡蛋,一勺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至盘里没有小颗粒的时候,像这样就可以了 平底锅里刷入一点点的油,倒入一勺半的面糊 拿起锅左右晃动一下,使面糊均匀的摊开 等到底部定型之后,给它放一个面,再烙十秒钟 然后铲出,放在一旁,备用 另取一个碗,加入三个鸡蛋,150毫升的牛奶,一勺面粉,用筷子搅拌均匀 同样的锅中刷油,倒入一勺半的面糊 左右晃动一下,使面糊均匀 定型后翻面再烙十秒钟,然后铲出,备用 山药蒸到用筷子能够搓烂就可以,然后放在盘中,压成泥 摊在我们煎好的饼上,用叉子均匀的给它抹开,抹均匀 油一边给它卷起来,卷的时候要卷紧实,避免松散 这切成均匀的小块,这样方便食用 菠菜饼也同样的卷上山药泥,给它卷起来,切成小块 这样就可以开吃了,也可以上面挤一些番茄酱,口感会更加的美味 颜色也会更加的好看 大家都知道,这道食谱用到的几样食材,营养含量都是非常的高 给孩子做成食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样做的美食比大鱼大肉营养含量还要高,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这样做的形状也是非常的好看,超受孩子的喜爱 上面除了搭配番茄酱,还可以搭配芝麻酱,草莓酱,蓝莓酱,沙拉酱都可以 这个是我给孩子买的高盖古物圈,可以这样直接吃,也可以泡牛奶吃 这个古物圈的含量量非常的高,如果家里孩子缺盖,可以买一些吃 这样的食谱不知道你家孩子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你也赶紧试试做吧 我是橘子姐,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谢谢支持 forged其实 现在发生了宫